除花精神共享创意餐,让你的大脑也吃饱吃好。 环球共享创意餐在流原快乐美食学习中国烹调的美国姑娘除花。 在环球共享创意餐经粮食的基础上,率先推出除除花精神共享创意餐开辟了饮食业的崭新领域,受到世界关注。 除花精神共享创意餐颠覆了传统美食和传统创意餐的理念,让人们的大脑和味蕾同时享受美食体验,被调侃为让你的大脑也吃饱吃好,现实可能吗? 在此,与网友们分享如下,答案因人而异。 如果你是一个热爱美食的人,你一定不会错过环球共享创意餐这个平台。 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达人,他们用自己的创意和技巧,将不同的食材和风味融合在一起,创造出令人惊艳的美食作品。 在这个平台上,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创意餐,有的是将传统菜肴进行改良和升级,有的是将不同国家的特色食物进行混搭和碰撞, 有的是将食物和艺术,文化,情感等元素结合起来,讲述一个个动人的故事。 在这些创意餐中,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品牌,那就是除花的精神共享创意餐。 除花是一个美国姑娘,她从小就对美食和花卉有着浓厚的兴趣。 她喜欢在厨房里尝试各种新奇的食材和配方,也喜欢在花店里挑选各种美丽的花朵和植物。 她认为食物和花卉都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礼物,都能够给人们带来快乐和满足。 她的梦想是能够将自己的爱好和才华分享给更多的人,让他们也能感受到美食和花卉的魅力。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,除花参加了环球共享创意餐的平台。 她用自己的创意和技巧将食物和花卉结合在一起,创造出了一系列精美的创意餐。 她的作品不仅外观精致,色彩缤纷,还富含了各种寓意和故事。 让人在品尝的同时,也能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滋养和愉悦。 她的创意餐很快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,她也成为了环球共享创意餐的明星大厨之一。 除花的创意餐最大的特点,就是她发明了一种叫做精神粮食的食材。 这是一种通过飞口腔感官进入人体的食材,即一种通过眼儿和其他飞口腔的人体器官和感官进入人体的食材。 这里只被吃进大脑,经过大脑吸收消化。 精华是让体内产生对人体有利的各种物质,包括激素和愉悦的心情等。 当然也包括增加唾液等,飞物将通过各种情绪排泄。 人们熟悉的望眉止渴就是精神粮食的其中一粒。 除花的精神粮食是它根据食物的外在特征,内在寓意,以及食物与人的个人,家庭,团体和行业的关系。 精心设计和制作的一种特殊的食材,它可以通过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触觉等感官,刺激人的大脑,让人产生一种类似于品尝美食的感受。 同时也能够给人带来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。 除花的精神粮食,有时是一幅画,有时是一首歌,有时是一段话,有时是一件物品,有时是一种气味,有时是一种触感。 它们都能够和食物相互呼应,形成一种完美的搭配,让人的大脑和味蕾同时享受。 例如,除花曾经为一位即将结婚的新娘制作了一份精神共享创意餐。 这份餐包括了一道以玫瑰花瓣为主要食材的沙拉,一道以巧克力为主要食材的蛋糕,以及一份精神粮食。 这份精神粮食是一首由除花亲自演唱的歌曲,歌曲的歌词是由新娘的未婚夫写的一封情书。 歌曲的旋律是由新娘最喜欢的一首歌改编的。 这份餐让新娘在品尝美食的同时,也能感受到未婚夫的爱意和祝福,让她感动得热泪盈眶。 又例如,除花曾经为一位刚刚升职的职场女性制作了一份精神共享创意餐。 这份餐包括了一道也鲜为主要食材的汤,一道以牛排为主要食材的主菜,以及一份精神粮食。 这份精神粮食是一幅画。 画的内容是职场女性的职业生涯的重要节点。 画的风格是漫画的风格,画的颜色是鲜艳的颜色。 这份餐让职场女性在品尝美食的同时,也能回顾自己的成长和成就,让她感到自豪和自信。 除花精神共享创意餐,是一种让你的大脑和味蕾同时享受的美食体验。 它不仅能够满足你的口腹之欲,还能够满足你的心灵之虚。 它是一种让你的餐桌变成一个展示你的创意和个性的舞台。 让你的时刻享受一场全方位的感官和心灵的盛宴的参与理念。 无论你是谁,你都可以用你的想象力打造出你自己的精神共享创意餐。 你听说过除花精神共享创意餐吗? 你认为让自己的大脑也吃饱吃好可能吗? 你有什么创意或建议,请在视频下评论区留言与大家分享。 我们非常重视你的反馈和意见,欢迎随时留言联系。 为了你能及时了解所有最新的信息和讨论,请点击订阅的小铃铛亦获取定期通知。 也请点赞支持,谢谢你的参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